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面下雨了 新年第一天 你怎么还不起来呀 哎呦 半斤就在那里不停地叫我们 叫什么 他要给我们新年祝福 他说新年快乐一直在唱歌 他那里起来遛他了 你怎么睡到十点还不起床 我八点半就起来了 你还睡睡到十点 放一天假呀 今天是新年 我今天是新年元旦了 元旦放假 半斤你好吵 你快起来了 半斤叫了不行了 半斤来握手 抓着乖 你们朝这个方向睡还挺好的 很宽 很短也好 睡着好宽 睡着是一米九那么宽 嗯 还好这个床高啊 要是矮一点都没法 他直接就爬上来 爬不上来 真好 还有这个床 气气 还在下雨啊 那个外面 哇 湿大大的外面 外面地上是湿的 怎么遛狗啊 我也不知道啊 没法遛半斤了 外面太湿了 都是黄泥 半斤一直叫你也听得下去 哎呀 买个八两吧 陪他玩 这边是红酒庄的大马 这边是胡桑原的马路 你一下去半斤都不叫了 没有 他还是叫的 你看我不动 我不动他就叫 他要我带他下去 他尿呢 下雨了呀 半斤 来半斤 下雨了很不好 乖乖的 乖乖的 走半斤 哎呦 八哥哥 下雨了是不是很不方便啊 对啊 还是有雨哦 半斤上厕所 还是有雨 只是没有很大 还是得拿上伞 现在到11点了 刚把狗瘟又弄了 他身上有点湿了 吃到地主啊 大老爷 我们当长工 狗老大 捡死了 下雨了好烦哦 嗯 好麻烦 开窗透一下气 帅儿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哎呀 2019年了 再也不是2018了 我们发视频发了4个多月了 对 4个月 几天 今天吃昨天没吃完的剩饭 还有很多饭呢 这里面 倒点水去煮一下 我根本都不像 在这个床 你呀 哎 还是算了吧 我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啊 剪视频啊 你吃飞 你现在所有视频都是在床上拍的 今天大家将就的看法 昨天的天气还好一点 今天突然就变成了前天的天气了 有没有 前天就是这样子啊 阴雨绵绵的 看着烦 这样的天子又躺在床上看电影 看电了 这是你的饭 长期间吃饭了 你说什么 长期间吃饭了 来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事情